香港作為東方之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 必定是五光十色的偽紅燈光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香港只是興起一陣偽紅燈的風潮 無論是酒店、戲院、夜總會 還是街邊食店 間間商鋪都擁有一塊搶眼的招牌 每到夜幕降臨 五顏六色的偽紅招牌點亮夜空 打造出一番盛西繁華的景象 當年的偽紅燈招牌全部由人手製作 屈館師傅將光管 在八百至一千一百度高溫下消融 再屈成預先賄製的形狀 接著向光管裏吹氣定型 最後注入化學氣體和螢光粉 一塊大型的偽紅燈招牌 製作需要幾個星期 人工成本都頗為高額 偽紅燈的時代 不僅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亦都變成香港獨特的文化符號 不少海內外的經典小說 電影、動畫 都是以閃爍著偽紅燈招牌的香港街道為藍本 構建出獨特幻彩原目的賽博龐黑風格 踏入二十世紀 平靚正的LED燈逐漸取代偽紅燈工藝 政府部門都對燈牌進行嚴格控制 街上的偽紅燈牌都所剩無幾 今時今日 全港的屈館師傅只剩下七個人 不過坊間已經有一班年輕的工藝愛好者 沉迷這項工藝 並將它結合創新藝術 再次點亮這項 見證時代變遷的香港之光 旅行